Nakir Orbit AX4200 三屏 Wi-Fi 6 Mesh 延伸系統 RBK752 路由器 嗯?這名字挺長的 定價15000元 屬於挺高貴的路由器 那你可能會好奇為啥這台可以賣這麼貴 那到底又貴在哪呢? 簡單來說這類中高階三屏 Mesh 路由器 對於大坪數或是垂直的網路覆蓋很強大 再白話一點來說就是如果你是竹頭天或是你家房子很大 那你就很適合這些產品 可以省去很多跨樓層網路建置的麻煩 至於詳細就看接下來的內容啦 首先來簡單開箱Nakir Orbit RBK752 外包裝就是一個巨大的方形盒子 上面標有它的規格 相似速度支援到AX4200 能夠覆蓋5個以上的房間 有專屬的手機APP 以及它的重點跨樓程訊號覆蓋 開啟包裝後可以看到上面附有QR Code 可以查看安裝收明影片 再打開就可以看到路由器本體及一些配件 那這就是Nakir Orbit RBK752的外觀 分為主路由以及衛星路由兩個主體 主路由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台主機 那衛星路由就是分支 兩顆路由器其實長得幾乎是一模一樣 在外型上也挺有未來感 白白圓圓的彈狀好像有那麼一點 黑鏡裡面那個金魚彈的Fu嗎? 好測遠了 不過仔細看的話其實是兩片白色彈殼 保守灰色機身 IO部分 主路由有著一個WAN以及三個LAN 那其中一個可作為主路由 以及衛星路由之間的實體連接橋樑 網路孔借為1G的等級 佳用是相當夠了 但如果你有NAS的連線需求 可能就得跳更高級的路由器囉 衛星路由有兩個LAN 一樣是1G等級 配件部分 兩個30W電源供應器 以及一條CAT5E網路扁線 那看到規格 AX4200這個AX指的是Wi-Fi 6 那至於Wi-Fi 6的特點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相當了解了 因此我就不會再多提了 那這台Mesh是獨立三屏 2.4G再加5G再加渡遊戲互聯的5G 其中2.4G是2收2發 頻寬個287M 總和大概就是600M 那5G2收2發 頻寬個600M 所以總和大概是1200M 最後Mesh端互聯的5G 4收4發 頻寬個600M 所以總和2400M 那這600再加1200再加2400 就是規格上的AX4200 以上 如果你不知道有在說什麼 沒有關係 總之這速度相當夠用 那可能比較多人的疑問在於說 三屏Mesh到底這麼重要 那簡單複習一下 這個頻指的是頻率 現在Wi-Fi大多是2.4G 以及5G這兩個頻率 那Mesh因為路由器與路由器之間 需要做資料傳輸 所以就會再獨立個5G出來 做路由器之間的資料交換 那這速度最大 在NetGear或比RPK752上 是可以達到2400M的 那你說為什麼不要直接接網路線就好 要把這2400M的頻寬 單純用來做路由器之間的資料交換呢? 因為拉線 傳統你要設置多台Wi-Fi機時 每個Wi-Fi機你都要拉一條實體的網路線 那平面你就算了 後天應該是麻煩啦 假設你5層樓的話 那網路線要從1樓拉到5樓呢? 那有了Mesh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Mesh的無線連接 分享網路 這樣假如你3樓要放一台PC 那你只需要在1樓跟3樓各放一台Mesh 那3樓的PC就直接接上3樓的微星路由器就好了 完全省去拉線的麻煩 而且你的Wi-Fi名稱不需要再命名為什麼 Wi-Fi AP1樓 Wi-Fi LEP2樓 怎樣分開設定 Mesh可以讓你用同一個網路名稱漫遊 不需要手動切換Wi-Fi 硬體部分採用的是 Qualcomm IPQ-8174這顆SoC Quotex A53核心1.4G PGDRAM以及512M的ROM 這樣的處理器對於多數的應用都是相當足夠的 就算你的設備很多 也能夠輕鬆應付 不過口說無憑 我們直接實測Nagear Orbi RPK75的表現 首先測試單機的性能 我將主路由架在客廳 分別於客廳與主臥室測試網路速度 網卡為Intel AX210支援Wi-Fi 6 好iPerf內網測速 結果如下 在客廳的路由器旁測得了599M的速度 而主臥室則剩下了198M 那我們移動到樓上的頂家 於客廳的正方方測得了187M的速度 而另一個測試點則為123M 以上都只是靠一台路由器的成績 接下來我們將衛星路由器設置於主臥室旁的手道 可見速度由原本198M提升至374M 如果將衛星路由移動到樓上 再測一次可以發現 客廳正方的速度從原本的187M提升至366M 而另一個測速點則由123M提升至337M 結果蠻明顯的 衛星路由的設置能夠很有效的改善無限上網的速度 所以說在本例子裡 多數場景其實都還能夠滿足Wi-Fi的訊號滿格 但最高速度已經開始往下掉一些了 那麼軟體部分呢 首先是設置Wi-Fi的部分 Netgear提供了一個叫做Netgear Orbit App 供下載 安裝打開後 可以看到這個App會一步一步的引導你完成路由器的設定 Netgear在這部分還品切新的 多數的操作都是自動完成 除了設置安全問題時 回答竟然只能用英文 除此之外 設置的過程都挺令的滿意 那設置完成後 可以看到這個App其實整合了相當多的路由器功能在內 甚至內建的Wi-Fi訊號分析椅 可以讓你去找說 加重哪個地方訊號角落 哪裡較強 那你就可以依據你的測試結果 然後去設置你的微型路由器 特殊方面也可以透過App直接完成 相當的便捷 不過一些進階功能像是DDRS VPN還是得進去網頁版的設定頁面處理 於是乎我們來看一下Netgear Orbit的設定頁面如何 嗯...我說一下這介面跟剛才漂亮的App好像落差有點大呀 希望Netgear有空可以更新一下這復古的UI 功能部分分為基本與進階 基本包含了Wi-Fi設定、網路設定等廠序要用到的功能 不過像是Wi-Fi選項只有給到Wi-Fi 6開關以及2.4G、5G的開關 無法自定設定說2.4G以及5G的SSID 進階像是Netgear的DDRS、VPN Port Forwarding、存取控制、排成等功能 不過Netgear與Beat Defender合作的防築軟體似乎只能在App端開啟 所以你該不該選擇這款路由器 其實就跟我平常時提到的觀念一樣 還是得回到你的需求面 那Mesh路由器很適合大屏數、跨樓層的應用 那假如你家比較小Mesh當然就不會是必需品 但對於透天、店面或是長條形的公寓 Mesh可以很方便的幫助你完成網路的架設 並且給予連續且寬廣的無線網路覆蓋 可以省下不少拉網線的麻煩試下 而Netgear Orbit RPK752對於這類需求的用戶來說是個好選擇 有著良好的訊號穩定性以及夠強大的SoC 確保多雙自連線時路由器也能夠輕鬆應付 而且在Mesh的設置上也是相當的簡單 多數人照著App的指示估計就可以輕鬆完成了 就算你不知道怎麼設置 那目前Netgear的台灣代理也有提供北部地區的道府安裝服務 就甘心啊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阿湯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